《中央美艳服務》 1974年,從中央美艙附中的 大家集體在部隊農場、勞動 分配工作到天津美術出版社 做一个低幼读物的那个美术编辑 就是文图并茂的 我那作品还都有呢 然后之后呢 七八年开始找研究生 那时候我已经 我意识里边完全没有要念书 我觉得那个我家人也在那儿工作 一天嘻嘻哈哈挺高兴的 但是我的命好在那儿 就我重要的关键是 都有一个人出来 就是出版社的社长 叫郭军啊 这个人我一辈子都要谢他 他就把我叫起 他说王敏你要去考 我说我考不上啊 研究生多伟大是不是 他说你要去考 他说我给你走后门 他甚至都说 他说我给你放一个月假 你去准备画画 他这样跟我说好几次啊 还有另外一个社长 两个社长都这样 我觉得是他们可能看到 我应该不适合做编辑 可能 因为我做编辑经常会跟领导意见不一致 他说我改一改 我说不改了 我不出了 但是领导对我好 他没有讨厌我 而是当时叫浙江美人啊 他们就是研究生招生没有招构 当时是全然石老师和这个谭永泰 谭永泰老师是理石论系的 全然石是油画系的 就直要美人派他们到中央美人看看 有没有剩下 中央美人不要的有没有好的 然后郑老师呢 那时候在北京家里面住在养病 他那段可能有个什么病 我忘记了啊 他们呢就把他也拉着说 你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些东西 那么就当时一看完了说 就当时我有几张速写 郑老师说这人不错 他们就想呢 就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版画系委托 他们是油画系的老师 他就拿回来了 拿回来之后呢 说起来好笑啊 那个当时那个版画系的那个 那个书记叫林康华 他呢就给出版社的 他一个老同学叫雇助军写一封信 那封信我看到了 他说你要告诉告诉我们 王公仪这个老处女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 也没有谈恋 我让我看到 我说这个林康华这样的人 他说还说我们可以要他 因为呢他没有家属嘛 他家人也都在天津 说呢两年之后 如果我们看他不好呢 我们给他送回去就算了 所以就这样 呼噜呼噜我就看了浙江北约 在杭州你是我第一个概念 我才知道什么叫春天 跟你说好笑吧 因为我生在天津念书在北京嘛 那北方中国的北方很糟糕的 就是好像冬天冬天就夏天了 中间没有春天 春天就是风沙 可是到杭州 哎呦感觉那个 整个那个城市是软的春天的时候 就是那种谈情说爱的气氛 西湖边 我们学校是西湖边嘛 西湖边就是 你看你笑啊小伙子 他就是这样的湖水 就是那种感觉啊 说不论你一定要去一次 一棵柳树一棵桃树 一棵柳树一棵桃树 你走在那 感觉人都软了你知道吧 春天的时间很长啊 就是我对杭州研究是 哦我知道春天 以前不知道 那一届研究生招的时候 就是回来做师资的 因为十年嘛都没有师资了 那只有我是根本没有做过板画的 我就是一个很例外的 所以呢 他们就是给我一套木刻刀 我看他们刻木刻 我也刻 可是呢我不会刻啊 然后我做石板 我选的专业是石板 但是因为他们都刻木 我就开始刻嘛 是这样 然后教室里大家就是 每天就是这样 刻一刻 然后上上人体刻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到敦煌 在敦煌那边就是 后来去新疆画素写 我在那素写一下子开窍了 我应该给你们看 就在那之前我画的和 那二十天之后 我好像一下子 他们说 呦王宇你画的跟大师一样 我回来一眨 俩俩人都说我画的好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忽然画好了 这些事情都是一 就好像你很久很久 忽然间一下子 这个钩挂上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所以那时候一说 就是说搞创作 那我就说我要搞丘锦 老师说为什么 我说我六六六一年 去北京 六二年去北京念中文文副中 去中国历史博物馆 看那个中国那个近代史 那个时候看到秋吉的照片 我就站在那照片 就是拿着一个剑 那个这样的照片 我就站在那儿傻掉了 我说有这样的人啊 就很受刺激 就进到 因为她是个女的 我是个女的嘛 就当时的那看法 很受刺激 这个东西就一直留在脑子里 后来为什么浙江每人要我 我就说我要去 因为我知道浙江有绍兴啊 绍兴有秋景 还有鲁迅嘛 就这两个人在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里 我不知道啊 就是很有影响 因为大家都是 都是这样的心态嘛 所以一说我就要做这个 做这个然后用什么手段呢 我就想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看这些书的话 我觉得我的专业石板 可能太像素描了 不够强烈 我想搞木课 当时从那个 就是跟同学一起受影响 就是做一些木课习作 我觉得我一做就做对了 很奇怪啊 就好像 一做就做木课 好像很容易似的 其实也不容易啊 当时觉得很容易出效果 那么就 而且这秋景 是一次就成功了 而且是第一次做创作 不骗你 是吧 所以我都纳闷 我这么一次就成功了 而且 这真是 而且我记得做完了 就是夏天嘛 夏天杭州热的 赶紧印 印了五套嘛 35张啊 因为一套是七张嘛 一定要交五套 交给戏里 我就回家了嘛 然后戏里 先是送到浙江省 就得了第一 然后从浙江省 送到北京得第一 得第一 我是在天津听到的 是我哥哥 我的二哥在南开大学数学系 也做研究生 他早上来 他说恭喜你得第一了 我说是吗 电台播的 我才知道 一开始他们只评了一个一等奖 就是那个罗忠立的父亲 是谁呢 你知道 是这个吴冠忠 他们评完都投完票了 他在肠子里面转 他看到 他说这个也很好啊 他一说好呢 中央美院那个油画系的詹建峻 詹建峻就说 对 这个很好 然后大家重新投票 我并列了第一 你看 这个比如说秋锦 很直接的是 其实是京剧的一个理论 在当时 因为当时 我对于创作 可以说是一张白纸 我没有做过创作 所以当时一开始 你看我那个 给你刚才看的那个草头 就是联案画 因为我做过联案画 联案画就是一个说明 看头说话 那么最后怎么从这里边 再上去一步 是我看的那个 京剧理论 阿甲 不知道你们对这人有没有概念 阿甲写的一本书 就是关于京剧表演 他说的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个演员在台上 表现这个丧子之痛 结果这个演员呢 因为他自己真的儿子死了 他在那台上嚎啕大哭 结果把这张戏给演砸了 因为他这很真 可是真不等于艺术 我就明白我这错在哪了 所以真正你看京剧 他那个念腔走板 完全是格式化的东西 可是他这格式化呢 是从生活当中出来的 所以艺术呢 必须比生活有一个 有一个升华 可是来他要来自于那个地方 这个中间就是说 你有一个个人语言的寻找了 这是对我一个启发 那么然后我看到中国的简直 看到东方志工的那个木刻 对我有极大的影响 然后呢 我去有一张画的那个背景 完全是我去爬山 在那个杭州那无山 我看到一个旧的窗户 这样圆的 窗的铁格子 哇太好了 我整个就把它放上了 还有一些门呢 有几张画 我就整个从真实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创作这东西 你如果从哲学里边直接 不太能 它是实际你看我做那些笔记 我当时不明白 但是觉得有意思 它只是触动了你 你把它搁在那 搁在你的记忆里面 然后这个三十年 它一直在那边发酵 它也一直在发酵 它的作用什么时候发生呢 只有你真正摸到了 或者你身体感觉到了 或者你的眼睛感觉到 这时候这个蚊子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当时不就是因为有那个全国得一等奖吗 这于是我就啪贴了一个标签吗 就是我变成一个好艺术家 其实也没有什么 然后当时是法国文化部 他们要做一个关于那个整个太平洋文化的 他认为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定要把中国拉进来 然后他们就委托那个 驻法大使馆的那个文化的官员叫齐夫勒 委托他来找来这个策划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在从巴黎啊 找了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叫庞万瓷 这人还活着呢 庞万瓷就和他太太来到杭州 来到浙江美艺 到中央美艺 到四川美艺 就这样 他们就找了三个艺术家 他们挑的 那浙江美艺他们就挑到我 这里边我就觉得可能郑老师帮忙了 就是因为郑老师当时正在浙江美艺做外办主任吧 当时我们去见这个彭万瓷先生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后面有这件事 他就让我们每人带着自己的画去看他 那我就带了一卷子就是素描 乱七八糟啊 一卷乱七八糟 傻乎乎的去了 我记得有我有陈海燕 有古文达 有梁全 我们四个人 在郑老师挑的 最后人家把我挑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郑老师帮我的忙啊 走后门 没有啊 我们不知道 那最后就是去了 去了之后 那的 就是说接待规格就很高嘛 就是说都是到彭P的中心 都是负责人啊 然后就是在法国看彭P的中心 看那些艺术家的那工作室 看各个美术学院 就是马赛美院什么尼姆 就是这样很高规格的这个接待啊 然后参加他们的这个艺术活动 最后有一个展览活动 就是法国艺术家 中国艺术家日本艺术家他们请了四个 日本很著名的 到那个都有很很有名 我名字记不住了 艺术家 跟我们一起展览 他那个活动很有意思 在那个Example 1 那个美术学啊 一个人一个工作室 你们工作 然后工作的时候呢 学生随便来看你 他就是法国式的 然后他有心理学家 然后记录这当中的过程 然后有美术评论家 比如说就请了 我刚才说的一个日本很著名的评论家来 然后当时让我们做作品 我不知道做什么呀 我原来是刻木刻的 我不可能在那弄块板 这不行太没有想 因为我看过蓬佩都中心 我知道这艺术什么都是艺术 我一看蓬佩都中心 什么大鹅卵石加上那个 鹅卵石加上那个霓虹灯 就是一个作品 然后一个大布袋的 哇我说什么都是作品 那我一看 我就箱子里装了一刀宣纸嘛 那我只好用宣纸了 我拿宣纸来 我怎么做呢 就当时就是从马赛去买了几 墨汁 就先把一张纸涂黑了 挂在墙上 再把另外一张纸涂一半黑挂墙上 我都不知道做什么 就这样涂涂涂挂起来 然后第二天呢 就拿出一本 因为我带了一本书法的东方 就是东方硕 那凯书言人 就哎我想 就用那个书法的点 点了一张纸 全是点 这都冥冥之中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找不着思路 坐下来 我记得特清楚 中午吃饭 一回头 哎呀吧 太好看了 就是它了 所以我跟你说 我都感觉 我的一生都是谬思降临了 都是偶然性 很多偶然性 我这一次我就知道 这个艺术创作很多东西是这样的 因为你逻辑出来的东西没意思 所以从那儿 我再也没有回到秋节那个地方